高雄有机车车主日前将爱车停在路边 被车辆撞倒 造成车壳好几道的刮痕 但肇事驾驶没有留下联络的方式 也没有报警 人就离开了现场 让车主气炸了 这小货车倒退到一半 撞倒两台机车 但驾驶和副驾驶乘客下来 不是报警 而是先把机车扶起来 还捡起地上安全帽摆回坐垫 看起来是想装没事吗 随后人居然就离开了 当时肇事驾驶把车扶起来后 没有留下任何联络资讯 人就上车离开 事后车主发现车子被刮花 简直气炸了 非常生气 越想越生气 他整个气到快要哭了 他至少留个电话 他如果当下要直接离开的话 车可版今天好几道刮痕 维修费恐怕不是一笔小钱 事发在上个月30号晚上9点多 高雄左营区博爱三路旁的巷弄内 机车被撞后两天 车主调阅监视器才真相大白 之后加画面PO网 希望大家一起协讯造势驾驶 他就到车 然后就把我们一整台的车都撞到了 应该有两三台 买完东西就造势逃逸了 然后就看了一下车子 然后说怪怪的 怎么一大片刮伤 大概有七八十%都有刮伤 不知邻居听闻消息 也担心自家爱车是否也遭波及 而受害车主则表示 只希望造势驾驶能赔偿机车的维修费 汽车驾驶人 驾驶汽车造势逃逸 储新台币一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还 并掉后期驾驶执照 一个月至三个月 警方持续掉月周边监视器 要走到肇事驾驶 依法治单高发 毕竟把别人的爱车撞伤 可不是拍拍屁股走人 就能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记得万一晚上成龙高雄报道